虽然现在雨是一阵一阵的下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有雨这个风阵很大 所以雨打在脸上其实也是相当痛 话都还没有讲完 强大的风势就已经让记者快要站不稳 时隔四年首度有台风登陆东部地区 记者挺进滑东第一线体验强风好雨 可以感受到其实这个风真的是非常的强劲 甚至我刚刚是一度有一个站不稳的状况 强风不断来袭 记者身上的雨衣差点就要开花 头上戴的防护帽更是整个被吹歪 更别说眼睛几乎快要睁不开 话才刚讲完突然一阵大雨 让记者眼睛完全睁不开 镜头往北走 宜兰地区虽然不是台风登陆的热区 不过风雨也是不小 镜头更是不满雨滴 雨是越来越大的一个状况 而且风也很强 所以现在也有一点点站不太稳 东部沿海都是强风宇宙 市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台东成功大街上风势同样不小 不但民众赶紧躲回家中 记者也同样被风吹着炮 时隔四年再度有台风登陆 媒体记者直击台风最前线 感受海魁台风的威力 欢迎新闻综合报导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请锁定 欢迎一把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